浩兰传是一部古装全毛战争爱情电视剧,2018年最红的古装剧之一,《沿袭攻略》,掀起了全民追剧的热潮,该剧剧情节做快,主演了简直演技再现,情节非常精彩,对决也十分过瘾,看得观众们简直是欲罢不能。 而继《浩兰传》后,于正又一大作即将高能来袭,于正虽然总是备受争议,还有一点飘,但他公司出品的剧作,或是他担任编剧、制片的电视剧,却都给观众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 不管是精彩绝伦的宫索新剧,还是正能量满满的陆珍传奇,亦或是好评如潮的《沿袭攻略》都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和喜爱。 这其中,有《沿袭攻略》最为厉害,该剧作为一部网剧,不仅网播量高达210亿,还荣登了谷歌全球电视节目热搜剧榜首,由此可见其受欢迎程度。 不知道余正是不是跟《攻略》放上了,《沿袭攻略》拍完了,又一部《圣堂攻略》来袭。 《圣堂攻略》是一部古装爱情电视剧,该剧通过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,讲述了视景、商家、台盗、官场、工围、战场各个层面的生活区域。 余正自曝《圣堂攻略》全剧没有一个反面人物,轻松幽默又不失真,是少有的积极阳光正能量。 该剧将按证据的拍法,将《红楼梦》般渲染细节,力求把堂,文化做得精致而真实。 据悉,剧方已组织了剧本围堵工作,与正期限艺人徐凯已确认加盟,女主将由李依同担任。 徐凯和李依同都是颜值与演技齐飞的优秀演员,虽然她俩都不是当同一线演员,但参演的影视作品都好评不断。 徐凯在《演习攻略》中饰演的复查复衡表面上,贪是一个冷心的人,实际上则是一个专行热血的男子。 徐凯凭借精湛演技,将这一角色诠释得十分饱满自然,圈了不少的真爱分。 李依同五官精致,气质清纯,虽然具红人不红,但演技可圈可点。 圣唐攻略,由他和徐凯主演,十分吸睛,堪称神仙阵容非常然。 除了主演阵容抓人眼球以外,剧作团队也十分有保障。 圣唐攻略,由于正担任制片人,艺术总监,李秀珍任监制, 造型设计宋小涛和美术联合心,之前都担当过演习攻略的制作。 有了这样一个阵容和团队,该剧可以说是想不活动呢,你们觉得呢?